贝勒虎故事 说大话的狮子 从前有一只狮子 它很爱说大话 有一次 一只蚊子不小心在它耳边嗡了一声 它就不耐烦地拍过去 结果它越使劲越拍不到蚊子 蚊子本来很怕狮子 这一次发现狮子伤不到自己 非常高兴 谁知这只蚊子是个快嘴巴 很快 森林里的动物们就知道了这个消息 蚊子们也越来越胆大 时常去骚扰狮子 一天 狮子来到池塘边 看到一只青蛙 正在吃蚊子 青蛙看见满头是包的狮子 很是同情 狮子虽然很想找青蛙帮忙 可它哪好意思 它可是百兽之王呀 狮子大王 蚊子们很容易对付的 那当然 我一巴掌能拍死一百只蚊子 您就不要说大话了 不许 叫蚊子们放马过来吧 狮子说大话的毛病又犯了 听到狮子这么说 蚊子们一拥而上 狮子被阴得浑身是包 狼狈地跳进池塘 唉 真不知道 吃了苦头的狮子 还会不会再说大话了 贝勒虎 我